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星東激西 所以今天阿密先和我 就和湯家驊講一個 這次一定講不完的題目 都要迫大家想的 就是香港的未來怎麼走下去 講了民主 講了法治 講了發展 為甚麼就是為下一代 未來之所以是未來 因為不是我們控制的 未來是下一代負責 那怎樣可以培育了一些 人才或者這麼說 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可以適應到香港的未來發展 我是有一點擔心的 我覺得年輕人要有一個 廣闊的視野 必須要有一些外來的衝擊 但是我們很不肯定 我們的外來衝擊 就是被這個政治的議題 是 我不用蒙蔽了 這個形容字 扭曲 為什麼 佔了最大的部分 其實多些跟外界接觸 所以我一向都很支持 多些外國的學生來 我們的大學 大家可以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文化之下 有互相衝擊 我覺得是會令到 人的視野是闊一點的 老實說我自己是國內人 我未去英國深造之前 我是澳門都未去過的 我未去過其他地方 去了英國之後 其實因為種種的經驗 是令到我視野確實擴闊了很多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外留學 但是如果我們多些外地的人才 流入香港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很不幸地 現在我們的人才缺乏 或者沒有外來人才來 對不起 真的狂悶你覺得 不是因為政治制度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面對 世紀病毒的衝擊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 會很快成為過去 雖然似乎等候也等不完 但是始終都會有過去一日 但是有很多人去了外國 那你覺得他們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們很多回答回來 都不是那麼正面 因為 有些暗淺回來 這個也有少許 跟國際形勢有所分別 老實說 如果你現在住在英國 接下來就只是很慘 夏天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不算慘 冬暖氣 沒有暖氣才慘 沒有暖氣 三點鐘天黑 沒有地區 那些生活才是艱難 美國當然不能說 分分鐘 命制都沒有 那些仇雅的情緒 特別是 特別是亞洲人 特別是亞洲人 我有很多親戚 其實都很害怕 他們都已經住在三藩市 已經算是全美國 最開明的地方 都有這些問題 一天可以有二百單槍擊 你想想多厲害 你有沒有聽過三藩市之雪 這個說法 San Francisco Snow 我聽過 因為太多人打破那些汽車玻璃 所以看到現在 到處都是那些碎的玻璃 好像下雪一樣 都挺恐怖的 其實如果你問我 一個社會安定 是相當重要的 但我真的很想問湯家驊 外國的從政者由於有選舉 Maxine也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所以他們的嘴臉 沒有那麼… 沒有口目面 沒有口目面 但總是覺得香港的官員 以致官僚 不是很喜歡哄一下香港人 經常覺得一哄你香港人 就好像… 我做的就是我是官 為什麼會是這樣 不夠寬容 你看到那些官員出來 就很硬斑斑 就是讀稿 總之你給人家不親民 不親民也沒有氣勢 有些人是很有氣勢 我現在管治你 我又不覺得你有這個氣勢 但現在是連內地的官員 都開始親民了 你看一下我們華春瑩 趙立堅 開始了很久 是完全很貼地的 對待的回答 那怎麼辦呢 這就是白師不得其解的 因為我一向的想法 都是說 其實我們香港的官員 全部都沒有經過選舉的洗禮 沒有跟… 即是真的要落地 去早上派早餐 去見一下別人 聊天 所以他們不懂得處理這些問題 但你剛才說得對 內地的官員 都沒有選舉的洗禮 內地官員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得… 這個有很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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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也曾經聽過一個 在美國研究內地 官場制度的學者的講解 他說因為內地是一套 升遷制度 而你的親民那套表演 是計分的 是… 影響你的… 影響你會不會升到官 所以你升到上下 你自動會做 因為話說 有個議員跟我說 你別說 某某政務司司長 看到有人走過來 他不會主動走去跟別人打招呼 而是看到有人走過來準備走 走 那你就知道多麼糟糕了 其中一個政務司司長 拿不開命 那你想想 我怎麼會 是哪裏有人哪裏 吸起來 有人過來就走 是啊 真的那麼糟糕了 婦女嬰兒 見到你就走過去 是啊 那怎麼辦 臉皮不夠好 我們未來怎麼辦 未做過一些 一個黑臉的未來 你做過一些事情 要做到親民 不只是說的 你真的要經歷過 你真是口比臉皮 人家指著你的鼻子 你也要笑一笑 我們這些很有經驗 在街上被人罵 是用粗口罵 你被人罵得多 你就會寬容 自然 是的 我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的官員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傳統的公務員體系 他們的執行能力非常高 但是對於市民的溝通 仍然需要進步 他要有執養力 不是要執行力 如果你問我 就是要找些形象設計 但是如果我們來到 已經有幾集的總結 在施政報告之前 阿密先你對香港的未來 他就是資深從政者 現在在行政會議 你在現在這個階段 你會怎麼看香港的未來 其實我們民主司徒 一向有一個政策的倡議 就是希望香港的政府 能夠成為一個未來中心 不是一個 是很多個不同的未來中心 這個未來中心裏面 不是單止官員去倡議 他們的政策 是要由下而上 由民間都要加入 在這個未來中心裏面 去提出一些政策的倡議 官員間都要去不同的智庫 即是他們自己落地 要深入去探討 現在的民情是甚麼 甚至是在裏面打工 之前更加有個說法 就是香港的官員 甚至乎要去到內地 要去執行 試一下執行內地的政策 或者公共行政 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要解決香港官員 不夠貼地的問題 所以這個未來中心 不單止不是一個 我們相信是要有很多個區 都要做 甚至乎十八區 每個區都要做一個民意中心 我有個建議 如果是這樣 那你搞一個官僚的私有計劃 是嗎 即是找那些不落地的官員 是 找一個 mentor 配對一下他 是 帶他去逛逛 是嗎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Maxim說得是對的 但這個不是民主思路 就是天馬行空想出來的 未來中心在北歐 是有相當高的成功率 是 在北歐不同的國家 丹麥那些其實走得很好 荷蘭也是 荷蘭 有事實證明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不斷地倡議 但是似乎到現在來說 就沒有官員夠膽去嘗試做這件事 那我呢 你說的 你說的 這是事實來的 我覺得其中第一件事 可能還未到達這個位置 好像你說 真的要多些落區 多些落區 不是幾十人擁護著你 膽就練出來 不是這樣 對不起 不是這樣 是一個人逛街 跟別人打招呼 聊聊天 那些落區 才是有用的 我明白 但是如果是這樣 我們繞一圈 湯家驊 你最初你怎麼會入了政治 你的初心又是怎樣 走回最後一節 找回你最初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我在 在1999年之前 每個人都說我只會賺錢 那我確是賺到不少錢 不過現在已經花了 因為現在沒有收入 賺到洗到才是真的 總之不是我以前 是 很少口疾 湯家驊 是說賺錢才口疾 繼續 但是我做了大力士工會的時候 當我當選 我是要見傳媒 是 當日我見傳媒 我坐下來的第一刻 第一句說話 我就說 我的任內 我是不講政治的 那你開口盯著你 那這句說話 是居港權那一年 是嗎 1999年 是的 那就是 一語成蠶 其實就不斷 不斷政治 因為當時 一上位就有居港權的問題 從此就跟政治有一個不解緣 其實 我媽當年是反對我的 但其實你政治是不在行的 我很坦白說 我不適宜 他不懂得替民開心 你知道嗎 是嗎 很多人說我不適宜 我是絕對認同的 我是不適宜的 他是一個律師 律師就很公正地告訴你 法律觀點是不行的 喜歡爭辯 然後就說 You are too legalistic 就是會這樣 但問兩點也好 我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未來也是需要多一點 對法治的關心 傳媒 無論你是不是律師也好 另外我自己覺得 在政治上 應該要多一點的策略 對吧 就是大家懂得計數 不要只是一個勇字衝過去 就撞頭埋牆 香港就沒有法治了 今天再次謝謝師傅 湯家學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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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說 粵港澳大灣區Stamp AI比賽 當然當然不少了 今天我們主辦單位 香港科創協會歷史 任國孫先生 也請兩位校長 聖工會中學校長會主席 潘校長 以及我們天主教育區 校聯會中學組代表的 韓校長 兩位好 今次的活動 我們分成中學小學 其實有甚麼分別 小學相對於 小學生 雖然是高小 但相對於任務來說 有十個 但中學組來說 有十三個任務 而每一個任務的難度性來說 當然中學當然高很多 是 是否都是要六空 一樣的 主題是一樣的 不過最主要是任務的數量 以及難度性 但是勝出了 他們怎樣跟大灣區的學校交流 今次來說 小學組我們邀請了 主要的教育區小學組 中學組就邀請了 聖工會中學校長會 以及教育區中學 勝出有六隊的隊伍 我們將會在十一月起的時間 就跟來自大灣區的城市 六間的中學 進行一個網上的實戰 而小學組來說 也有六隊的小學 就跟大灣區六間的 進行網上的決賽 怎樣網上發 怎樣網上發 到時來說 我們就會透過一個 鏡頭 直接來說 兩邊都有一個 叫做裁判 實事 看著那個 逐間學校 去完成的比賽 因為這個比賽 其實是透過一些 程式 去控制一個 無人駕駛的車 以及一個擁控機 道理上 我們就可以只要時間 以及解決那個 解難度 應該就可以 就算線上 是不會有影響的 沒錯 所以我們推動科技 真的很重要 我們一直在培育人才上 我們說是對於我們 智慧神教法師 很重要 對於我們科技創修 很重要 STEM都說了很久 兩位校長 其實你們覺得 現在 特別在中學層面 我看到學生真的很厲害 你們怎麼看 STEM這個推動 的氛圍 是否已經很貫穿 哪位校長 或者我先分享一下 因為STEM教育方面 在教育局的 大力推動之下 以及學校 都很多的老師 都有興趣去配合 所以很多機會 都讓學生 在不同的訓練 以及很多參賽機會 讓他們大大提升 這方面的技能 當然學校一定要支持 在硬件上 軟件上 都支持他們 讓他們能夠 在學習的過程中 得到多一點 發揮多一點 去參加比賽 吸收更多的經驗 學校長 其實我們都發現 教育局近年 都有撥了很不少的資源 在學校上面 譬如好像 給學校有一個 創意的實驗室 在初中上面的課程 都有不少的彈性 我們都可以自己 設計一些 STEM的課程 所以近年其實 在中學的層面 都應該發展得不錯 還有我們發現 在香港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 這些各類型的比賽 在本地的 又在國際的 我們發覺 其實中學 譬如好像我們學校 也有很多參與 不同類型的機會 所以學習也增長了不少 校長 你們兩位 作為校園的領導班次 其實你們派學生出去比賽 你們期盼他們拿到什麼回來 我想最重要是 他們可以互相切磋 例如今次我們 參加一個大灣區的比賽 其實我們是 因為教區 本身天主教教區學校 其實都不少 在發展這個STEM上面 都有很多的掌進 有一個機會 如果大家可以互相切磋 去了解多些 例如物聯網 溝通 人工智能 例如在編程上 或者在工程上 這幾方面創新的知識 如果他們互相透過比賽 可以交流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很好的 請假 asked副校長 從我們做STEM長期 都分為有 對 但不能夠 放單 總是在講 跨學科 都會去做跨學科 怎樣可以去做得到跨學科 這方面要 strip 看 energy szk 每所學校負責課程副校長 他們怎樣行為協調工作 叫做抵達工作 每一科都說是重要的 但很多 psychIA 每一個錯誤都會經常去講 因為每個都說最近我的科系是重要的 所以他要協調工作很好 然後令到每一科都可以令到學生 在每一方面都有一個好的發展 剛才也想回答就是交流的問題 我覺得除了在STEM、AI方面的知識 有一個交流之外 其實這次這個活動 都讓我們學生有很多人生的鍛鍊 因為我們在舉辦的過程中 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個比賽和訓練是一拖再拖 那麼信心問題是會怎樣呢 也有很多擔心在這個過程中發生 所以讓他知道人生裡有很多經歷 是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或者有些挑戰 我們怎樣去克服 也都訓練到他們的正向思維 而且事實上我們也說過 比賽我們可能也有很多 方向有很多不同 但面向大安區說他就相對已經少了 而且還要在疫情底下要走出來 大會在主辦單位 你們滿不滿意今次的比賽重況呢 我覺得在疫情之下 我來說成功地舉行到 這是挺值得開心的事情 第二來說今次邀請到 香港最大的兩個辦學團體 包括了聽著教區 聖公會中校校長會 我想都是一個挺破天荒的 提手合作的活動 接下來兩個大的辦學團體 總共有六隊 會代表香港參賽 期望將來我們再多些的辦學團體 一起跟教區和聖公會 一起去搞第二屆 這是很想見到的事情 而且我想跟一些國內的學校 多一些交流 其實亦都對他們 大家都相互掌知識 以及想見識 疫情之下都不能夠說什麼都不做 我們都要堅持走下去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的學校 基本上都很願意推 STEM相關的事情 不過可能有時候都很看 學校的負責的老師的積極度 要積極的話 其實就突然很跑得出的 學生學到的也都會多了很多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不是這個活動在STEM的推動上 兩位校長就不再說了 但這位校長就提了一個氛圍和風氣 去帶領我們其他的一些學校 大家都會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我們說了那麼久 其實我們都不是主角 我們其實學生才是主角 不如我們去片看一看 同學那個比賽的情況好嗎 好 好 好 Lesslie的比賽情況真的很精彩 現在這兩位同學是… 這兩位同學是來自我們的冠軍隊伍 我們有兩個辦學團體 這是聖工會中學比賽的冠軍隊伍 例如鄧兆堅中學的Marco 這邊是教區的代表 例如姓貞德的Anson 兩位同學是兩隊代表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剛才我看見都很困難 最困難是甚麼呢 最困難是… 比較上是環境因素困難 在一輛無人車上 需要用AI去辨認圖案和漸咀 雖然大會給我們一個AI去訓練的東西 不過都需要自己不同時間 角度去… 培訓它 培訓 再辨認它最佳的距離 做得比大會更好 對 那你呢 我也覺得環境 因為這些很難控制 尤其是按摩機場地 它比較大風 可能吹一吹動就沒有了 例如我們剛剛交叉環 那就是… 因為風速可能太強了 冷氣機 那一吹動就沒有了 對 再加上可能… 它循璇的位置 因為它是用一個灰度感應器的 但是… 快箭式反光了 我們無法遇到 它反光化那麼厲害 所以就要即場地去調整 但你們怎樣跟團隊配合呢 我們分了幾個人的 因為那時候下場 一開始我們知道 就是可以自己下場 下十分鐘 我們就是… 一個人負責軟件的調教 一個人負責硬件的調教 兩個人就負責貼圖 就是佈置場地 嗯… 那你呢 你們在團隊的場面的分別 我們整個團隊一邊 其實我們分了一個 是負責做修復 做機械的 一邊是負責管理著好個場 一邊是做程式的 嗯… 那是六個人可以比較平均去分工 是 這次的比賽可否玩呢 剛才呢 挺好玩… 也很新鮮 因為… 學到些甚麼 哇… 也很多 就是組裝方面 你也要研究 因為大門雖然給你一輛車 但你也不會照用它的車 你也會在上方人家改裝的東西 例如我們的車 就是在車斗上安裝了一塊白眼 然後弄高它 我們平時也不會接觸利塞吉庭 這次可以學到 可能還有一些偏程 這些平時也很少接觸 你呢 嗯… 對… 像她說 其實車和無人機都要改裝 嗯… 其實改裝之後 整件事其實都不同了 嗯… 它的… 所有程式裡面控制的東西 或者它的重量都不同了 會令到它… 失控 是吧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一下 學習的過程 說給你聽你會不明白 給你看你會不認得的 參與在其中你就會明白 而我們這麼優秀的團隊 我們希望你們代表我們香港比賽 都可以接下來 會得到更加好的獎項 當然了 勝負都是其次 學習和獎知識真是重要的 再一次多謝各位同學 謝謝